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如何而来?我们在宇宙中孤单吗? 这个宇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这大概是整个人类所关心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了吧 而天文学就是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当然需要借助工具,观察的工具 哈勃太空外景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工具之一 它在2016年时排下了距离我们最为遥远的GNZ遥遥星系 这个单身在宇宙大爆炸之后 仅仅400万年的古老星系 如今随着宇宙的膨胀 已经距离我们有320亿光年之遥了 显然它已经达到了哈勃的极限 因为哈勃的可观测波长范围是有限的 即使除开设备老化和故障的原因 它也无法看得更远了 你也许听说过红移这样一个概念 来自遥远星系的光在传播的过程中 会被持续膨胀的宇宙所拉伸 波长不断的变长 有原本的可见光变成不可见的红外线 而星系越是遥远 受到红移的影响也就越大 所以等它们发出的光线到达哈勃眼前时 波长已经被拉伸到 超出了哈勃能够观测的近红外波段 这种近在眼前但是看不到的感觉 真的让人很不爽 天文学家更是忍不了 于是为了观测到宇宙诞生之初 所散现的第一缕微光 只好启用红外线了 红外线观测的好处真的很多 除了能够看到极端遥远的被红移 折磨到不要不要的星系光芒以外 还能够让我们穿透宇宙尘埃的遮蔽 一窥星系中心 恒星诞生区的热闹场景 当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 后面我们会讲到 前几天已经讲过的撕皮测 就是一台使用红外线观测的望远镜 不过他刚刚退役了 但马上要上天的这个 才是真正的狠角色 至少花钱是真够狠的 他就是挑票之王 用黄金砸出来的 詹姆斯卫波太空望远镜了 没有开玩笑 他真的是用黄金做的 至少在他那块 由18面独立反光镜组成的 庞大主镜上就镀满了黄金 超酷 看起来像极了 穿上黄金圣衣的圣斗饰 是用来吓跑外线人的吗 当然不是 因为黄金能够更好地反射红外线 詹姆斯韦波太空望远镜 早在1996年就被构设了出来 作为一个多功能的观测平台 预算10亿美元 计划2007年发射升空 目标从我们自己的太阳系 到宇宙中最遥远的一切 然而离计划发射日期 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它仍然还停留在地面 预算也膨胀了差不多10倍 都快赶上宇宙膨胀的速度了 挑票的惊喜程度 也一点不输暴雪 难道好东西都是这样吗 好在最新消息 它快要继承了 就在明年的3月份 具体来说 韦伯上天之后都会干些什么呢 主要有这么4个 第一个是探测宇宙大爆炸之后 所形成的第一个星系 毕竟我们对第一名史中 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迷思 这是很好理解的 其次是要进一步了解 星系是如何形成预演化的 一直到它如何成为一个黑洞 这样的研究 可以帮助我们 预测我们自己所在的星系 将会发生一些什么 同时也会对宇宙如何终结 有更清楚的期望 第三个任务 是要充分的研究 恒星行星系统是如何单身的 最后一个也很有意思 或者对你我而言更有意思 那就是寻找并分析 遥远宇宙中的内地行星 揭开生命起源的奥秘 顺便看看 别人家的孩子 有什么值得我们羡慕的地方吗 当然 前提是能够在那些内地行星上 发现生命 为了完成这些重任 科学家于是拼命的 往尾伯身上加外挂 我在这里只讲 其中最厉害的三样 主镜 遮光板和运行轨道 尾伯的主镜 由18面独立的六边形反光镜组成 它们每一面在后面 都带有各自的控制器 可以做出非常精确的微调 从而保证整个主镜的对焦精度 组合而成的主镜 则达到了6.5米的庞大之镜 对比一下 哈勃的主镜口径只有2.4米 四皮色则只有0.85米 更大的口径 意味着能够收集到更多的光波 而更多的光波 意味着更高的分辨率 至于尾伯的分辨率 会高到这样一个逆天的级别 NASA告诉我们 你看月球附近 怎么有一只大黄蜂 在那飞来飞去的呢 是的 尽管大黄蜂是飞不到那的 但尾伯的分辨率 就是高到了 能够让我们看清38万公里以外 只有几厘米大小的物体 厉不厉害 再说遮光板 这玩意儿前所未有 看起来也极其壮观 足足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 光是展开它 就需要花上2到3周的时间 它的作用倒是实在的有点朴素了 就是用来遮挡太阳光的 因为红外线探测器 对热极其敏感 为了看到那些遥远的星系 发出的微弱红外辐射 就需要将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降到最低 而笼罩在温暖的阳光下 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这就是使用红外探测器 所带来的麻烦了 地面上到处都是热乎乎的东西 所以前面就有四批色 飞上太空并用液害 将自己降到了零下267度的低温 而尾伯来得更彻底 不仅换上了更大的遮阳伞 而且还将自己发射到距离地球 150万公里外的第二拉格朗日点上面 始终躲在地球的背面 把太阳的热辐射影响减少到最低 对了 我们正好说到了尾伯最牛的第三点 运行轨道 实际上跟哈勃完全不同 尾伯根本就不是绕着地球飞的 而是绕着太阳飞 在第二拉格朗日点 太阳地球月球的引力作用 正好相互抵消 所以为尾伯提供了一个 非常稳定的运行轨道 可以让它在这安安静静地窥探宇宙深处的奥秘 但麻烦也就在这 要知道 这个地方可比月球还远了三倍 迄今为止 还没有载人飞船到过这么远的地方 所以一旦它在那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是不可能像哈勃那样 前后派出5P宇航员去维修它的 这就意味着 尾伯必须在地面上调试到极端完美 否则一个超过100亿美元的失败 是很难让NASA承受的 好吧 哈勃 要不你再坚持坚持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